因应春节返乡以及出友人潮 华联监理站协调客运业者 完成车辆以及驾驶人的准备 提供充足的运输量能 这次春节假期也会延续实施 国道客运票价以及转成优惠 希望民众多搭乘客运 避免国道拥塞 因应10天的春节假期 交通部鼓励民众多搭乘公共运输 舒缓国道交通拥塞 这次春节连假还是会延续实施 国道客运票价及转成优惠措施 第一个就是在票价优惠的部分 我们全国87条的国道优惠的一个 国道路线的部分 享有平日的优惠 或者是原票价的85折的优惠 那另外在转成的一个优惠的措施 只要是搭乘台铁或者是高铁 转成我们在地的客运 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 都有享有这个转成的一个优惠 那最后呢 主要是在我们东部地区 有一个加码的一个优惠 那民众呢 可以持这个两个方案 选择一个 第一个就是在地游角的部分 民众呢 如果说搭乘这个国道客运的一个路线呢 那持票跟到我们的公路总局的 一个指定业者上面呢 那享有这个汽车折抵200元的一个优惠 另外在机车的部分呢 就享有100元的一个折抵优惠 那另外可以选择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东部加码的部分 那民众呢 如果说是购买台湾好行的一个票证 或者是这个合法履宿的一个证明呢 那它可以享有这个 包含这个北宜 北花以及东部的客运路线呢 是很同行一人免费的措施 那最后呢 这个一人免费呢 如果说再把这个来回的一个客运票证呢 它还可以享有再折抵200元的一个优惠 华林经理站表示 除了票价优惠 还有转乘优惠 以及助力车辆优惠等方案 江峰部鼓励民众 出门多搭乘国道客运 台铁高铁还有在地客运 使用公共运输 返乡出游或者是返回工作岗位 除了可以节省金钱 又可以避免塞车之苦 戒律会欢迎市报道